臺大醫院院長吳明賢昨天在臉書上發文 表示疫情發展快速 這波新冠的病患人數實在太多了 重症比率偏高 臺大的家戶病房快被塞滿了 也要求政府來整合資源 也避免排擠到其他患者的緊急醫療需求 指揮官陳時中就說 會協調送往其他醫院 平常救人的醫院 竟然公開求救 疫情升溫 衝擊雙北地區醫療能量 就連臺大醫院也承受不住 臺大院長吳明賢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醫院需要幫助 他說臺大已經超收病人 但救護車還是一直送來新的重症患者 就算把兒童家戶病房改收成人 還是不夠用 重症專業的醫護人員 沒有辦法迅速訓練出來 如果還沒準備好就上診 恐怕會有危險 吳明賢希望中央能在最快的時間 訂出辦法 所有醫療院所也要誠實 互信 同心共同打拼 更重要的是醫院非常緊急 給醫院的資源或是補助 一定要足夠 不能讓醫線 醫護沒有資源救護病人 指揮中心回應 臺大和和平醫院 由於和熱區萬華比較接近 所以救護車會就近送醫 未來會協調轉送其他醫院 減少臺大醫院的壓力 那在這我還要講說 那台大辛苦了 那不過這是抗疫 是大家一起的事情 那我們把後續的分配 把它做得更好 讓大家各個醫學中心都來承擔 共同的責任來 那這樣對病人是最好的 那今天陳部長也有很正面的回應 其實在三個禮拜 我就已經有跟臺北市的衛生局 有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發覺我們臺大剛好在熱區 所以救護車都一直送過來 他也不問你交病人 還有沒有床 他就送過來 我只是趁早提醒 我們還要處理其他的病人 那你假如那個整個醫院 貪亂掉 那個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不明顯的擔憂 也發生在另外一個教學醫院 榮總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 還有其他病人需要緊急治療 所以像以我們院來說 現在大家都還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床位 是住其他的非新冠疫情的病人 我們還特別把他們這些病人的收治 跟我們新冠肺炎病人 能夠分艙分量完全隔開來 讓他們也能夠安心的在醫院治病養病 除了要政府協助資源分配 臺大醫院院長吳明顯也強調 雙北地區大醫院都面臨 重症加護空間需要調度 救護車床位資訊也應該透明 如此醫院的負荷才能真的降低 記者張瓊 莊志成 太別報道